大家好,这一专业就已经是2024年了,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啊,总想要更新这个频道,但是呢,一边种菜,还想更新视频真的是有点不现实,实在太忙了 那前段时间呢,给这个菜园做了很多的清理工作,清了一些烂液啊,一些个残渣啊,地上的,所以现在看起来非常干净 尤其是刚刚下过雨,所以想呢,拍一期视频,来更新一下,就是从去年二三年秋天种下的一批,算秋冬菜吧 因为湾区的冬天比较暖,所以这些菜都可以安全过冬,现在看到呢,还是菜园的这个航拍 所以今年做的比较大的一个变动呢,就是有一些架子,做了一些新的架子,那这些架子呢,之前是 相当于垂直于地面的,那么现在看这张图呢,现在我把它翻转了90度 那这样呢,就相当于它的采光,就会更好一些,就不至于被这个邻居的建筑啊,或者被栅栏遮光了 主要就是说,看今年在种葡萄啊,在种这个佛手瓜啊,这些作物上会不会有一些好的帮助 看上去还是很整齐的,从这个航拍这个图上来看,这红色框内的 OK,现在看看我的菜园里面呢,都种了什么菜 这北面的这个第一个菜床呢,这是四色菜花 像花菜也可以,看到这四种颜色 来,就能看一下 从上来的颜色 对,非常漂亮 所以就说这菜园里面呢,也能种得跟花园一样 然后这边看呢,是这个 有四种不同的这个包心菜,这个虫子咬的比较厉害 这是牛心的,然后那个是皱纹的 那边是普通的,然后最后这个是紫色的包心菜 OK,这个北面的这个 第二个菜床呢,这个主要种的就是一些 像这个 菜苔啊 然后这个 芥兰啊 红菜苔啊这些东西 这个首先看到这开花的这个是这个芥兰 这芥兰今年种的非常成功啊 之前采的就是 鸡腿芥兰,它非常非常粗 后面这个是红菜苔 吃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可以说就是说长的比吃的还快 然后后面这个是 普通的这个绿菜苔 然后最后呢 我看到这 有这么两排,这两排是白菜苔 这白菜苔的耐含能力非常强 啊,一直没有一直没有这个抽台 这个是长绍菜 长绍菜长的比较高 然后这个是这个天津青麻叶 也还可以 基本上包心的 那这边天气呢就是不是很冷 所以它包心包的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边两边种了一些娃娃菜 我一个品种好像还行 包心包的不错 所以明年就说 把这个包心的呢继续再种 不包心的我们就淘汰掉了 OK,这边种的这个呢就是豹子甘蓝 就这个小洋白菜 我们看到这个小洋白菜 往下看看 啊,终于算是有一点收获了 第一年 第一年种出来 啊,感觉还是说 它这个东西需要比较多的肥料 明年再可能会更成功一点吧 转过来呢 那中间这个菜肠呢就是 大蒜 洋葱 然后还有这个leek 酒葱 然后呢 这中间是实际上是 去年夏天一直留下来的这个牛皮菜 一直没舍得拔 看这颜色 还挺鲜艳的 过段时间把它拔了送人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就说 华人就是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颜色确实是菜园研制担当 这个菜肠里面主要种的是 就是 芥菜 那芥菜呢 这个是属于肉质性芥菜 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 你看 这个 我扒开看 这个是 这是儿菜 那四川的人可能经常吃这个东西 在中国 然后这边就是芥菜割的 这芥菜割的是我这个儿食机 把这个肉质镜把它擦层丝然后焖一天 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串鼻子 就是那种芥末的那种感觉 就非常酸爽 这边这个菜床呢就是主要种的是菠菜 菠菜 做菠菜其实今天就是说实验 非常晚播种 几乎是在这边最冷的时候播种 你看 它一眼发芽一眼长 就说明菠菜耐寒力真的非常之强 这边也是 也是一个测试 这铜薅 也是播种很晚 这样长 这边这个菜床就是 不用不用多介绍了 这个是春天 这个刚长出来韭菜 这一茬韭菜是最好吃的 经过了整个这个 一个冬天的一个营养的储备 最好吃的一茬韭菜了 OK 往这边看呢 这边是个莴笋 莴笋 已经拔了几颗了 还可以 味道挺好 后面呢 这个是鹰嘴豆 鹰嘴豆这个东西是一种洗凉的豆类 跟豌豆差不多 所以适合这个在春天 sorry 在这个秋天播 然后春天它应该就开花 应该能收不少鹰嘴豆 然后中间间隔的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是叫孜然 这个孜然好像长得就不是很好 然后不是很耐 这个菜床呢 也是种了一些芥菜 这芥菜包括这个紫色的 你看这个叶子 芥菜挺漂亮的 后面这个香芥菜 香甜芥菜 已经有点抽台了 然后这边是这个水冬芥菜 或者是大肉芥菜 腌那个鸡酸菜 南方人鸡酸菜用的 这边这个芥菜是包心芥 你看 包心的 包心芥呢 这个芥菜头非常好吃 非常的甜嫩 这边呢 就是之前种的油麦菜 现在也是尝试第二轮轮做 带了一些个小青菜苗 后面这个是苦麦菜 南方人就广东那边吃的比较多 那油麦菜很像 但是味道烧苦也挺好吃的 但是就是不要太热的时候种 而是说品质会下降 这个菜床呢 就是现在看到的是季菜 后面已经有抽台开花了 前面也有开花了很多 基本上就是坚持不住了 踩了有这么几轮了 然后这边这个小茴香 吃了好几次了 吃不完 然后这片是芹菜 芹菜也是包饺子呀 炒啊都很好 后面的这个 这个是甜豆 对甜豆 然后开了很多花 开了很多花 上非常漂亮 紫色的 然后这边有白色的 花的不同品种的甜豆 不同品种的甜豆 OK这个菜床呢 是整个秋冬季 一直没有阳光的一片地 所以做一些实验 像胡萝卜呀 甜菜呀 萝卜呀 就发现长得还都OK 但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育苗长得还可以 但是直播的话效果就比较差一些 所以这些耐阴的蔬菜呢 最好先育下苗 然后再在阴凉里面种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也是 红菜苔呀 菜苔呀 然后包括这边你看 熬心菜 熬心菜长得不错 这边虫子相对于少一些 可能比较冷吧 然后这边这个是西兰花 看刚下完已经晶莹剔透了 这边有大白菜 大白菜也是两种 中间那种紫色已经被这旁边已经淹没掉了 那这个菜床的后面呢 这个也是各种的这个是雪豆 不同的这个品种雪豆 像这个花 五元六色的 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说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菜园这个东西 也不一定就是非常boring 也可以做的很漂亮 你看这个花 有蓝色的有紫色的 非常奇怪 就是同一株啊 同一个叉上 很像奇特 就开了不同颜色的这个这个 这个雪豆花 OK 这一菜床呢就是我这个是 呃 属于我翻车的一个菜床 你看 这里面种这个窝笋 像我说的这菜床整个是冬天都不见光 所以呢 长得非常不好 然后还捞小动物来挖呀挖呀挖 后面这个这个这边是豌豆 shelling pea 这个长得也稀稀拉拉的 因为它这个光线啊 这这门被邻居这个house 彻底挡 挡住了整个冬天 比那边还要差 所以这个豌豆长的一般 这个菜床就是属于翻车菜床 那明年的这个就可以种一下 就是说像蛋白菜这种 蛋银性非常强的东西 OK 这面呢就是中间的这个根茎类菜床 那首先看到这个是甜菜 甜菜 甜菜 那根茎类的呢甜菜呀 像中间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欧芳芳 parsnip 然后后面是胡萝卜 胡萝卜 然后这边也是胡萝卜 那总体来说就是说 因为它们播种的相对来说都比较晚 所以长得非常直慢 但是呢 如果说几件育苗再移栽呢 就是晚一点没有关系 所以还是这个准则 那根茎类的就要早点播 最好是9月份 就10月份是最迟的 这边就要种下 再晚它就基本上不长 要过冬以后再长 那过冬以后长呢 就是什么问题 就抽苔 比如说这个菜床里面 这个萝卜就是 你看 它就是说根茎这边没有发育多大 上面人格就是抽苔了 直接要开花了 这萝卜就没有实用价值了 而且它底下根茎永远长不大 因为它营养已经往上供给了 不往下供给 所以说萝卜 如果说是种植的话 一定要赶早 那这个萝卜还可以 这大白萝卜还可以 你看 就是看运气了 所以说9月份最好在这边 就种下这个萝卜 OK 那这个 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这个开满了满树的这个花 这个桃树 太漂亮了 真的是一个风景啊 真是一个风景 应该会有挺多桃 等结果以后要 要可能要 输果要输好几轮 真的很漂亮 那这棵呢 就枇叭树 枇叭树呢 就是说过了一年了 它又长大了 今年呢 我就要稍微好好管理一下 输一下果 那看这个就是 稍微输下果了 然后 工作量 还是有一定工作量 然后这边 就明显输过果 应该都会长得比较大了 输过果以后 你不输果呢 他就说每一只都长得比较小 然后又甜度又上不去 所以输果很关键 像这个琵琶也输过果 就不停输 这个橘子呢 终于是挂了果了 种了也好几年了 但是挂果量不多 然后甜度也不行 可能品种不是很好吧 那看这后面 这还有一个果 吃了几个都挺酸的 然后希望明年 明年会好一些吧 OK 这个呢 是我最近新弄的一个 就是说 水生的种植区 左面呢 这个是豆瓣菜 西洋菜 后面是水禽 然后现在这个 啥也没有 看上去的这个呢 是我 刚刚种一下的 这个根茎 这个是卢蒿 所以这个水 水中生长的三种蔬菜 我们就集中在这个 deck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半日照 所以说它不会长太老 不是全日照 但是呢 品质也不会太差 因为如果给它全阴的话 它也长不好 好 那这期视频呢 就更新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 点赞 订阅并转发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会尽量跟大家互动的 然后最后呢 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呢 就是这个四个不同的这个花菜 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studio拍出来的效果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感觉都舍不得吃 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但是呢 还是吃了 所以电照照片呢 就是用这四种不同的花菜呢 做一道菜 那通过这个过油的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保持这四种花菜的颜色 虽然是很鲜艳 但是实际上已经熟了 希望以后的频道呢 我可能也会发一些就是 关于做菜的一些视频 好 那下次和大家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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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